家里有一个用了几年的TCL的油清电暖器 开关坏了 开关坏了就买个换上 很简单 我也没在意 结果就是换一个开关 折磨了我一上午 根据开关的样子 我在网上买了配件 大小针角都是一样的 拆开机器之后 按照之前的先去接线 我这边多提醒一句 在拆掉就开关的时候 最好前拍张照片 以免忘了怎么接线 我是为了操作方便 直接把电暖器给放倒了 换好了开关 不管我怎么调 指示灯也不亮 电暖器也不热 我就问了卖家 卖家说可能不同的开关 接线的顺序不一样 让我换个方向 结果换了方向还是不行 我想是不是这个开关坏了 我又去五斤店 花了三块钱又买了一个 回来换上还是不行 连这换两个新开关都点不亮 那肯定就不是开关的问题了 就要找电暖器的原因 在我拿着面板检查的时候 听到里面有晃动的声音 我突然想起来 这个电暖器是带防轻挡功能的 早了就不工作 于是把面板立起来 然后 亮了是不是 电梧厅还抖着 只要是把这个开关盒立起来就行 就可以用了 不过这个问题应该只有我会遇到吧 如果你是电暖器立着换开关 也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我也是录个视频 给自己长个经验 拜拜 对 感谢观看